用自製的豬油爆香 再加进传统食材 鹿桥大火快炒 不用五分钟就能起锅上菜 享受道地的泰雅族贵竹笋料理 我希望我们的贵竹笋 在乌兰来讲是越原味是越好的 所以我就用我们自己当地的蔬菜 就现在是刚好是贵竹笋季节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水煮煞好的那个竹笋之后 然后再加我们的原住民原生种的鹿桥 其实料理里面也不需加什么防腐剂 或是什么调味料 只加个盐巴这样稍微炒一下 快炒就可以了 除了快炒之外 贵竹笋也可以凉拌料理 品尝不同风味 我们把放冰箱凉的贵竹笋 然后剖湿了之后 然后切断 切断然后再加我们的马告 再加那个客家的菜脯的辣椒酱 然后再加一点蚝油 树蚝油 再加一点香油 然后就搅拌 这样就可以了 最自然的料理方式 反而能把贵竹笋甜味带出 是很朴实的料理精神 而乌来笋农不断夸赞 今年的贵竹笋特别香甜好吃 我现在就十岁 头一次今年的那个有下雪 可能是弄到雪了 比较甜一点 好吃啦 笋农也提到 受到今年含害影响 贵竹笋越是寒天下生长 反而更新甜 但产量相对也减少五成 今年贵竹笋产量锐减 加上采收困难 当地摊贩明显减少 笋农希望价格不要持续被剥削 更希望民众把握贵竹笋 盛产齐 一同到部落品尝美味的贵竹笋料理 记者朱古大陆 新北市乌来采访报道